顏慈犀利外表甜美的女作家 有啊 妳沒見過的孕女掌門人 我愛大小姐 得到香港腳一定會癢 應該會癢吧 香港腳應該這樣 樣有樣 得到香港腳就容易腳臭 當然是 妳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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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怪一次始祖永遠治不好 因為關鍵錯誤 大廚上菜了 好美啊 這個其實養份 好像燭光晚餐喔 妳這樣微一下 居然那餐些的味道 聽到自己也沒去 今天晚上11點 三三頻道實在有健康 請妳跟我這樣過 請妳跟我這樣過 然後我就不曉得 我就進去教室裡邊找 我就進去教室裡邊找 又不見了 我想說到底跑去哪裡 我又怕他又跑去校門口 我又跑去校門口 還是沒有人 那我就一直等 一直等 因為我就想說他到底怎麼了 我就很擔心 大概四點下課大概15分鐘 可是小朋友都已經 因為他是社會團 他才等15分鐘 可是他是社團啊 他是社團的小朋友 其實已經有點晚 因為該走了都走了 結果後來我就很緊張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然後才看到他姍姍來遲 然後還跟小朋友在那邊 打打鬧鬧 要玩球 後來直接大抓狂 我說你到底在搞什麼你 然後我就在校門口 就直接就是像 坡布罵街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太緊張 因為還好小孩沒事 可是因為後面的時間 全部是delay的 因為我還要再接妹妹 我要接妹妹 又不只一個小孩 對 然後之後 他還要去數學班寫完功課 他如果沒有寫完 後面全部都是 完全大delay 對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趕上 9點半睡覺時間 嬌照 還有外的15分鐘 就應該要OK吧 妳為什麼要把孩子 撐得這麼滿呢 我要照表操課 因為我三個小孩 所以我要全部把它 全部趕上床之後 我才會覺得 我今天 一天又結束了 但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才有食慾 不然我一整天 其實都是在很嬌照的狀態 可以放鬆點 我真的如果可以提早到學校 我的孩子 我反而我會陪他在學校的 那個溜滑梯讓他玩一下 可是因為他沒有行程 他還有行程 而且他有三個小孩 對 不過剛剛是最多三個孩子 已經造成這麼混亂對不對 對啊 徐老師你四個孩子 四個孩子你也是要依序接啊 對 我覺得就是 真的媽媽自己要安排好 像我四個孩子 但是他們的行程就是都定好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你有沒有必要讓孩子 上這麼多的課 我覺得有時候 你會讓孩子上很多課嗎 我 其實我們一開始在美國的時候 孩子沒什麼課 可是一回來台灣 你會發現哇 別人都在上 又去上什麼 圍棋班 然後上美術班 還有什麼 情操班 還有什麼 你就會覺得 我好像跟不上 所以我剛回來的第一年 有開始讓孩子去上 後來其實上到一個地步 就覺得我為什麼要 這樣子瘋狂的接送他們 就真的是造成自己 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在這邊奉勸媽媽們 就是有時候 你不需要讓孩子排得這麼緊 那其實孩子很可憐 因為他們沒有選擇 就是每天被你再來再去 現在上這個 很可憐 對 而且是不是他想要的 不一定喔 你看現在徐老師的 最大的孩子17歲了 妳回頭再看 以前沒上什麼課 有差別嗎 對 後來我們現在老大 現在跟我說 他覺得他以前上的課 他都完全不記得 他到底上什麼 Karo媽聽到了沒有 不要把行程排得這麼慢 然後又把自己 弄得這麼焦躁 你看 好啦 李老師 跟大家分享一個穴道 它這個是叫做 你看這個穴門穴就是一個 對 所以當你們特別緊張的時候 覺得說 整個人好像快要那種 太愛了 太愛了 妳就可以按摩這個穴道 這個一定要好好教Karo媽 在校園口拼命按 她很需要這樣子 在等小孩的時候就要按 對 就是我們可以先找到 就是我們的 碗痕紋 這個碗痕紋 然後小紙這樣子堆下來之後呢 有個凹陷的地方 妳要去有點 酸酸的 那如果今天妳已經是 非常的生氣了 還是很緊張 妳要去可能是 痛不痛的感覺喔 那妳就可以在等小孩的時候啊 就可以按摩這個穴道 對 它可以 緩和妳就是緊張的情緒 其實很多事情 它還是可以完成的 但如果在妳心情壓力 特別大的時候 妳不用去承擔那些 好啦 剛剛光是一個接送小孩 妳看媽媽多辛苦啊 那麼還有第二個狀況喔 對 丁功課 趕趕趕 也釘出好大的火氣啊 真的 是不是每個媽媽 都有這樣的狀況了 讓媽媽妳們本身 撩摩過的情緒牌 妳還發出獅子 Karo媽 來 妳先來分享一下好不好 有獅子 因為她的功課好多 所以 妳先一邊按穴道 一邊講話就會比較大壓好 我就是現在一邊按穴道 因為我跟我女兒的狀況就是說 她每次要月考之前 就是我壓力最大的時候 我要幫她複習嘛 那有時候她就是 就是有時候她就是一個 譬如說數學好了 她就是一個 一個點 她就是完全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過去 然後我就一直解釋 然後解釋到我的耐心呢 都已經被磨掉的時候啊 我就會 然後往她頭上扒下去 然後扒下去之後我想說 因為很氣嘛 然後就扒下去之後 我就說完蛋了 什麼聲音 扒錯地方 因為我怕她更笨 然後我就覺得 妳扒到哪裡 扒頭啊 就扒錯地方 後來我就打她背 我就覺得 怎麼這麼簡單 還不曉得 還不曉得 然後後來一直到 一直到後來她哭出來之後 我還停手 然後之後她就是 晚上要洗澡自己 妳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問妮媽 妳打我好了 妳怎麼打法 妳的力道 妳就真的打小孩的力道 我就真的很大力 打背 她怎麼講得那麼多 太用力了 有這麼痛嗎 我真的打 妳給她巴巴看 不是 因為我不敢用棍子 她那個力道真的強 因為我真的 我不敢用棍子 是說我怕它下去之後 你怕棍子打斷 對 我怕 我不曉得說那個力道 所以我會用我自己的手 所以有時候打到我的手 是黑塵 對 我會打到黑塵 有氣大打十幾下 就真的很生氣 小孩被妳這樣扒完之後洗澡 妳有看過她的背嗎 我那時候就是 對 沒錯 好心痛 她幾歲 小三 結果呢 九歲 妳這樣說 我就覺得 我真的是很對不起她 我就想說 好 我以後再也不要這樣做 然後下次又來的時候 然後沒有 我老公都知道 她就非常生氣 可是問題她也沒有幫我解決 她就只在旁邊說風涼話 然後想說 妳看 妳就是這樣教小孩啊 所以她就不會啊 然後她就會講一堆 她說妳是媽媽 妳自己應該找出那個 教育的方法對不對 教育的方式這樣 然後 然後我就說 那妳可以來幫忙啊 然後她就一直講說 我沒有辦法 有時候我下班就是沒有辦法 趕到那個點啊 所以妳還是要自己想辦法 後我就 就在小孩面前 我就是跟我老公就大吵一架 在他們面前吵 對 就大吵一架 本來那時候是覺得說 就打小孩這件事情很愧疚 可是變成說 跟我老公大吵一架之後 就覺得我會怯怒小孩 就會覺得 好 我會就 變成吵完之後 我就看我小孩 就什麼事情都看不順眼 走路也不順眼 走路為什麼要ㄍㄧㄥ 然後 然後刷牙手不刷快一點 妳要不要按一下缺道 不要上床的時間 為什麼還不上床 然後就會一直這樣 妳這案情很嚴重 對啊 每天都這樣上眼 沒有 每天就是說 在那個月考之前 我會很焦躁 她爸爸完全沒有給幫助 對啊 然後後來我那 譬如說那一個月 我就會譬如說我的月經啊 什麼就會亂七八糟 真的會啊 會啊 對 你們也會這麼嚴重 不是 妳知道嗎 這很奇怪 當然我每次看 雅蘭在教小孩講以前 現在她已經被我訓話了 就以前她也是 就叮像妳一樣 叮咕咕咕 叮到一個程度 妳不只小孩痛苦 媽媽自己情緒 雅蘭自己也情緒不好 然後就要遷入整個家庭 烏煙造型 夫妻失和 家庭失去和諧 自己內分泌失調 就是搞到沒有一個優點就對了 但是妳們控制不了對不對 沒有辦法控制 真的沒有辦法控制耶 那那個時候妳有給予 什麼樣好的協助嗎 雅蘭抓狂的時候 我絕對不在孩子面前吵架 雅蘭講我我讓她講 那我會忍住 但是我已經 臉色要發青了 但是我還是忍住 妳也是 當時還覺得是臉色 還不到暗穴道的臉色 當時我只能捏大腿 忍 睡覺催催催催 催住妳肚子火 每一次我都已經做好 那個睡前的儀式 都做好了 睡前的儀式 然後她爸爸可能就突然回來了 破功 對 就整個破功 她就要起來跟爸爸玩球 跳舞什麼的 妳老公回去了跟孩子會跳舞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跳這張舞啊 哈哈